神奇的雞蛋法沙奇 这张白色和蛋黄融入一题的时候说过 有人的地方就有Drama Drama的地方就有可能在家 我是 Como 不卖关子了 我们今天Drama的主人公 就是水果姐 Katty Perry You guys 她最近真的被捧毁 欧美网友骂得好惨 有骂她既贪婪又邪恶 只供Katty Perry 总是却占弱势群体的便宜 还有人声称Katty Perry 已经把灵魂卖给了撒旦 希望她遭报应 Girl 我刚开始是真的以为 水果姐是不是犯了什么 I don't know 十二不赦的滔天罪行 才会遭遇这么多恶毒的谩骂 但在我仔细的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 我真的只想问 你们这些人有事吗 因为Katty Perry 遭受这么多非议的原因 就是 她买了一套房子 Yeah 这个奇葩的故事 还要从2020年开始说起 在2020年的5月 一个名为Carl Westcott的知名企业家 在加州的富人区 Montesito 买下了一栋价值1130万美元 有着8间卧室 11个厕所 占地超过1000平方米的豪宅 要知道 Montesito是西海岸最顶级的富人区之一 连脱口秀女王OPRA都在这里置办了房产 这位Carl自然也不是一般人 1939年出生的他 创办了包括1800Flowers 在内的多家知名企业 而他的儿媳更是一位强驻 Real Housewives of Daughters的真人秀明星 然而入手豪宅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Carl便雇佣了一位知名的地产经纪人 为自己的豪宅寻找下一个满家 要知道当时为了对抗疫情 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美联储先是数次降息 同时美国政府也多次给民众发钱 于是美国房地产便迎来了 延续至今的大牛市 自动原本五月售价只要1130万美元的豪宅 不到一个月价格便超过了1300万美元 加州的前第一夫人 同时也是施瓦辛格的前妻 Maria Shriver便开价1350万美元 想要接盘Carl的房产 但她还是被另外一位 更有钱的女明星打败了 没错就是我们今天drama的主角 水果姐Katy Perry 这位享誉国际的月坛天后 直接开出了1500万美元的天价 遥遥领先其他的竞争对手 于是在2020年的7月14号 Carl便和Katy Perry签署了房产交易合同 自动豪宅他买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赚了370万美元 按照正常的剧本 不到两个月赚了这么多钱 也应该知足了吧 没想到合同签署的一周后 这位Carl老先生却反悔了 在7月22号 开始后悔了 协议啊合同在内的所有指质文件 统统作废 因为据Carl说 在协议签署了几天前 他在医院做了一个背部的大手术 由于受到了药物的影响 所以当时在签署合同的时候 自己的神志不清 没有行为能力 没有足够的是非判断力 所以他签署的合同 也不应该具备法律效力 同时Carl还在起诉文件里面说 自己在2015年的时候 就被确诊了 Huntington's disease 这是一种脑部神经退化的慢性病 也就是在向法官暗示 这些疾病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力 而在签署合同的一周后 Carl才换过进来 这时他才意识到 他不想要卖房子 Katty Perry是在他 意识不清的时候 趁人之危 所以这个合同应该被废止 同时他还要求Katty Perry 要支付自己的律师费 我真的惊了 你们说这是不是个牢不休 首先Carl你在买了房子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就找了房产经纪人 挂上了交易市场 大哥你当时还没有做手术吧 你当时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吧 想卖房子是你还没有做手术 之前的决定吧 而且这栋房子是你在2020年的5月买的 你不是说在2015年的时候 你就确诊了脑部疾病吗 那你5月的买房合同 怎么能够算数呢 这个脑部疾病难道不会影响你当时的决策吗 这房子难道是你真的想要买的吗 其次像Carl这个年纪的人 吃药啊动手术啊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 Katty的律师也在法庭上指出 Carl说他当时是没有任何行为能力的老年人 但事实上Carl不仅能够筛选雇佣一位经验丰富的知名地产经纪人 还能和经纪人商讨佣金比例 甚至多次举办了豪宅的展示会 来吸引潜在的买家 能做出这么多有条理复杂行为的老年人 你说他没有行为能力 这不是在搞笑吗 所以真的这一切都是借口 下面是我个人的猜想和推断啊 就是Carl应该是觉得 这套豪宅是能够继续升职的 现在卖给Katty Perry不划算 所以才使了这套银招 而Katty Perry呢也没有灌止这个老不休 他反诉Carl不遵守合同 还要求他赔偿对应的经济走势 没想到这个官司等了三年 直到今年的八月才开庭 然而更恶心了来了 这个老不休开始各种扯批 他先是在各大媒体上大打同心盘 说自己的时日无多 唯一的心愿 就是想要在这栋房子里面安享晚年 并且有意无意的向媒体透露 自己曾是个老兵 曾经在军队里面服役过 为国家做出过贡献 同时说Katty Perry 长有钱有势的大明星 这么不依不饶的欺负我一个 半只叫一间入途的老年人 你们这帮正义的网友们 怎么能够看得下去 他的那位真人秀儿媳 也跳出来公开谴责Katty Perry 并且在IG上发布了各种动态 来支持自己的公公 而且他还非常用心的 挑一些Carl看上去很虚弱的照片 发布 我真的 I can't 这群奇葩媒体和一些同情心泛滥的欧美网友 似乎要把Carl塑造成一个无权无事的孤瓜老人 好像房子一卖 他就无家可归的一样 Girl please 他资产数千万美元 可不是什么弱势族群 短短两个月之内 赚了370万美元不满足 反而贪心不足蛇吞响 想要撤销已经签署的卖房合同 你不想卖房子 不就是觉得这房子还有升值的空间吗 这个人真的没有丝毫的契约精神可言 一些欧美网友 却被他的那套 哦我只想要在自己的房子里面 爱小晚年的说辞大洞 如果这里是他 you know生活了大半辈子 然后有着无数温馨的童年回忆啊 之类的祖传老宅 那我还能够理解 但拜托你们这群网友 随便去Google一下就知道 Carl出生于几千公里外的密西西比州 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德州的达拉斯 这套房子是他两个月前买的 OK目的就是为了投资 更让我恶心的是这位Carl老先生 还在接受采访时 把Kitty Perry在几年前的另外一起房产纠纷 扯了进来 指控Kitty Perry是个专门针对弱势族群 想要侵吞弱势族群资产的坏人 Carl提到的这个drama就更夸张了 简而言之就是 一个修女为了和Kitty Perry争房产 居然在法庭上当场怨气 当然他们离去是自然原因 不是什么外地作用啊 虽然我很同情这个官司里面的当事人 但在我仔细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因后骨后 我仍然不认为Kitty Perry是这个drama里的坏人 事情是这样的 在2013年的时候 Kitty Perry相中了一栋位于洛杉矶的修道院 这是一个战地有八英亩有知名的设计师 在1927年设计的法式城堡 在上个世纪的七零年代 城堡被当时的主人Daniel Donahue 卖给了一群洛杉矶的天主教修女 由于Daniel已故的妻子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而且他去世之后还被梵蒂冈的教廷 追封为伯爵夫人 所以Daniel便以60万美元非常低点的价格 将这套豪宅卖给了修女们 而且他还在经济上支舍这群修女们 将成堡改建成了修道院 但矛盾的种子也便是从这时起开始种下 因为按照天主教的教规 神父修女这些神职人员 在他们就职的那一天 是要在公开场合向上帝宣誓 要放弃所有的私人财产 一心一意的侍奉上帝 这是他们永恒事业的一部分 所以这套豪宅的产权 便登记在了洛杉矶教区的名下 但城堡的实际使用者 是这群修女们 修女们还指控洛杉矶的主教 还有教区对他们很不好 因为生活在这里的40多年 他们的诉求经常被忽视 而且早在2011年的时候 教区就已经萌生了 想要卖掉这座修道院的想法 甚至还一度要求修女们 搬出这座城堡 没想到在2013年 噩梦还是发生了 水果姐KT Perry 看上了这座修道院 于是向洛杉矶的教区 递出了1450万美元的offer 教区呢 在没有和修女们协商的情况下 和KT Perry签署了交易合同 修女们说 他们甚至都不认识KT Perry 但是当他们去网上搜寻KT的名字的时候 一段影片让他们打消了 将修道院卖给KT的念头 因为KT曾经开过这样的玩笑 她说自己把灵魂卖给了撒旦 来换取成功的机会 兄弟们觉得KT的言论 违背了自己的信仰 于是他们不同意洛杉矶教区的决定 虽然KT Perry有尝试过 想要和修女们沟通 她不仅向修女们展示了自己身上 Jesus的纹身 还向他们唱了一首歌 来缓和关系 但是修女们并没有因此改变形意 他们觉得自己 才是这座修道院的实际拥有者 而且他们更担心 如果房子被洛杉矶的教区卖掉 修女们可能拿不到一分钱 于是修女们决定在教区和KT的交易完成之前 迅速的将修道院以1550万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一位名为Dana Hollister的餐馆老板兼开发商 这一决定自然是遭到了洛杉矶教区和KT Perry的反对 于是在2015年 双方都将这位名为Dana的女士告上了法庭 法院先是在2017年判决KT Perry胜诉 但是修女们和Dana都觉得这个判决非常的不公平 于是再次上诉要求重新审理 没想到再次白诉 Dana甚至被法官判决欺诈罪名成立 并且要赔偿洛杉矶的教区以及KT Perry 1500万美元 走透无路的Dana不得不向法院申请了破产 就在Dana的破产审理开庭之前 两位修女Rena Callinan和Rose Holtzman 在法院的门口接受了Fox电视台的采访 他们请求KT Perry停下吧 并且指控KT是在偷走他们的财产 而且说洛杉矶的教区没有权力决定 这座修道院的归属 她说修道院的归属应该招有梵蒂冈的教庭来决定 然而更让人虚悉的是 几个小时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89岁的修女Rose在Dana破产审理的法庭上当场云记 是的 她就在庭审的现场去往了另一个世界 虽然她离去是自然原因 而且她本身年纪就已经很大了 但在法庭上因为争夺房产而圆记 这对于一个天主教修女而言 实在是很不体面 最终梵蒂冈是批准了KT Perry和洛杉矶教区的交易 但前提是她必须为剩下几位修女找到容身之所 对于这个Drama里的这群修女 我个人还是蛮同情他们的 我是查了资料才发现 原来修女是不能够拥有私人财产的 真的没想到21世纪还有这么迂腐的教鬼 但我觉得这故事里最坏的一群人应该是洛杉矶的教区吧 我不是很懂为什么这么多的网友 还有媒体以及某些YouTuber 都把矛头对准了KT Perry 这官司之所以会发生 难道不是因为洛杉矶的教区擅自做主 在不通知兄女们的情况下 出售他们的居所吗 KT Perry她只是按照市场的规定 按照基本的流程和教区签署了合同 为什么她就成为了坏人 KT Perry在这两个drama里 她是很明显的受害者好吧 难道就因为她有钱 她是名人 就应该吃亏 哪怕是利益受损也不能去维护吗 我真的不能理解某些网友这种完全无视规则 无视契约精神的道德绑架 文明社会确实需要对落实群体 抱以关怀和同理性 但这些同情不应该建立在破坏规则 破坏秩序破坏最基本的契约精神 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基础上 因为当维持社会运行的基础遭到破坏的时候 最后受到更多伤害的人只会是弱势群体 KT Perry和Carl的官司将会在今年的11月左右开庭 我个人是相信KT Perry是一定会胜诉的 所以大家如何看待KT Perry的这个卖房drama呢 OK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Bye Bye Bye